好險我們待會兒錄的是兩位網球 對 兩個姐妹花這樣 而且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一個很優秀的運動員 所謂優秀運動員就是很積極 我必須告訴大家喔 其實今天這個通告是妹妹跟我發的 他真的很主動很積極耶 其實我也follow網球這麼久啊 所以你知道我最尷尬就是看男單 如果兩個都會叫的話 因為兩個會這樣 嗯 沒有就是男生跟女生對抽的話 老師姐姐應該會比較開心 然後就嗯 是不是這樣 我要做好我在補 在地球上的各種工作 我覺得最困難的一個工作呢 是太空人 因為他們要這個面對很多不可預測的事情 然後又要學服5G又跨領域的指導很多事 那第二種我最尊重的職業 我也覺得那是非常難的 就是職業運動員 今天呢請到這對姐妹花 大家會以為她們是電影女主角 因為太漂亮了 歡迎張友人跟浩晴 謝謝 老師姐好 哇是不是我剛剛講 我們倆是聯友 對不對 常在那邊按讚按讚 然後我說 這對姐妹花其實 包括像是 欸你們有書要送我對不對 對 謝謝謝謝 這是我的新書 你的新書叫做 你已是你所需的一切 嗯我跟妳講寫得非常好 然後我有拜讀其中一些章節 我還沒拿到整本嘛之前 我就想說哇張友人 你也太有才華了吧 對啊真的寫得非常好 然後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個職業最困難的職業 你們僅次於太空人我認為 先隨便告訴大家一下 身為一個職業運動員 他的日常會是什麼 最密集的會知道做到哪些事情 就是我們基本上每一天 如果在比賽的話 你不是在去比賽的路上 就是在準備比賽的路上 所以你可能每天都要練體能 每天都要練球 然後除了這訓練之外 你還要懂得如何保養自己的身體 然後還有做一些復健 或是加強的狀況 對而且他講的輕描帶 你想這個賽程是非常密集 除了我們大家聽過這個 網球的四大公開賽 他就在不同的州嘛 然後你要有時差嘛 那這中間還有很多其他比賽 對有很多的巡迴賽 對像包括像是 你們從青少年開始打過 跟你們一起長大的有誰 跟我們 其實我們打國際青少年的時候 像Jokovic他也是 Jokovic 球王 還有呢 然後還有Bagatis 他也是之前 巴達提斯那個白痴 不是啦 他很好笑 因為巴達提斯的球風 就是好像在那邊 就是我覺得他有點孫悟空上身了 有點像個毛猴子這樣 然後就是很皮 有時候胯下打幹嘛 就好像在玩 很好動這樣子 很好動 對然後Charlapova他們 其實他們 他也都大我兩歲而已 所以其實青少年是13到18歲嘛 所以這整個range 其實蠻廣的 然後也是從青少年就看到他們 對 然後一路打到職業 而且姊姊的紀錄 事實上是跟這個球後Hengis 你們那時候在搭檔的時候 也拿到了女子雙打的冠軍 而且好像持續了33周 是不是那個紀錄 對 我個人的世界第一的 對 對在位的紀錄 掌聲鼓勵一下喔 世界第一這個真的很了不起耶 然後妹妹也是台灣第一個 打進溫網混雙決賽的選手 這真的都是世界級的選手 因為你剛剛還沒來之前 然後我們兩個在聊了很多 我就說我們總是 因為小時候上課的時候就說 我們要有運動家精神 然後就說運動是公平公正公開什麼什麼 可是後來我慢慢訪問很多運動選手 以及我目睹了孩子的運動比賽之後 我就發現 其實運動也充滿了人性 裡面有很多這個 不是說不可告人 而是說有很多變數 比如說這個我們就講 我看到你裡面一個章節寫到說 有些是紅土嘛 白線嘛 那球有沒有硬有沒有壓線 就那麼明顯嘛 但是有的選手會 對因為其實年輕的時候 打千少年比賽 他不是每一場都會有主審獻審 他可能只有選場才拍 然後就是選手要自己判斷這個球 進還是沒有進 對 然後有時候就一定會有爭議球 一方面可能小朋友看不清楚 或者是小朋友是故意的 那但是我也就很好奇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也follow網球這麼久啊 我就想說 有很多那個場邊花絮是大家關心的 比如說沙拉波娃你們也都見過面 有一起 有跟他打過 有跟他打過啊對不對 他的叫聲是一絕 對 你們是不叫的 很有特色 我們會叫 你們叫 因為沙拉波娃是怎樣 是會模仿一下嗎 對這裡突然這樣很尷尬 所以他好像是 那我剛 我剛 我剛 你是這種嗎 他尾音拉比較長 對他會就是叫到對方都已經要打球了他才停 然後有些選手就會抗議 就是 就是影響到我 就是他拉的尾音太長 但他氣也滿長的 不是這樣嗎 對方就會手軟這樣嗎 有時候確實會影響 因為我看過真的像那個Venus Williams 大威廉斯他在打 因為他打每一顆球他也都是喊很大聲 然後他有一次我看他比賽 他連放小球都跟他用力擊球一樣大聲 所以你一聽到那個聲音你是會先往後 因為你要防守 然後後來發現A球怎麼這麼短 你就會被他的聲音就是誤導 算是一個也是一個策略 對 但這個沒辦法制止啊對不對 沒辦法制止 因為有些真的是 你已經變成習慣純自然了 沒發力就會發出聲音 所以平常在打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一叫 確實會帶一個勁上來 會 會 也是幫助我們調氣 對 所以你知道我最尷尬就是看男單 如果兩個都會叫的話 因為兩個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聽到兩個男人 我就這樣 是不是會有碰過 我有聽過一個 他好像也看到混雙 我有聽過一個女 等一下等一下混雙 你說 你說快點你說 沒有 就是男生跟女生對抽的話 然後 那是姐應該會比較開心 然後就 是不是這樣 然後 因為事實上 在這個網球 我看了很多 然後我知道說 在比賽的過程中 我覺得在你的書裡面 我也學到很多 因為一路走來 這個媽媽帶著你們 爸爸先問你們說 你們確定要打網球嗎 這樣 我剛剛看妹妹說 怎麼沒有去打籃球 你180了 其實我在小學的時候 參加了所有 校隊的 就是體育項目 但是就是 還是最喜歡 打網球 還是因為喜歡 跟在姐姐屁股後面 對 一開始就是 爸媽是 現在 裴姐姐 因為我比較小 四歲 所以 我是那個 跟爸媽爭取說 我也要打的 然後一開始他們會說 你確定你不想做 其他的事情嗎 或是什麼 然後 我就會 就是用我的成績 就是 同樣的年齡 然後我跟姐姐達到 一樣的成績 去證明說 我也是可以打的 然後慢慢到 然後青少年就是 爸媽就說 好嘛 那就一起打這樣子 其實要栽培一個孩子 成為職業運動員 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俗氣一點 光是講錢這件事情 因為你書裡有寫到 爸媽媽很認真的問你們說 你們真的想要打網球嗎 那我們幫你們存了三年的錢 所以那個時候想要 從青少年開始栽培 三年的錢大概是多少錢 至少要三百萬 因為青少年是沒有獎金的 對 對 所有的開銷 基本上所有的開銷 都要自己負擔 然後 什麼 機票這些時速 機票 然後 時速如果你有銀球的話 他會給你 每天你有一個coupon可以吃飯 然後你也會有住宿 但是你只要一旦輸了 就沒有了 輸的隔天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 你今天輸了 飯店跟那個餐廳入口都會說 Oh no 你昨天輸了 我有看到喔 不能進來這樣 對 他們會說 如果你在結帳 在飯店check out的時候 他會說 你是哪一天輸的 你從這一天開始繼續算這樣子 對 OK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的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真正 其實很漫長嘛 它不是只有這三年而已 對 那接下來其實 按照 我必須告訴大家喔 其實今天這個通告 是妹妹跟我發的 對 他真的很主動很積極耶 然後好像不只 我後來看到書 我發現你們主動去聯絡很多人 做很多事 包括像黑人 對不對 你們也主動說 我想參加活動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個性是不是就是一個 運動員培養出來的一個積極的 我是覺得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有一定要去爭取 如果你就只是坐在原地想的話 那也許你就是 一直會沒有機會去實現它 我覺得其實 跟我媽媽教育我們的方式 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像我小時候 我去上課 我去讀書 上學的時候 我媽媽都會說 如果老師問問題 你必須在前五個 之內舉手 然後不管你講的對或不對 你都必須要搶在前五個 去表達你的意見 或者是你的想法 沒有我覺得 媽媽是在用她的方法 誘導你們就是 往前 不要怕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這個 這個從小的家庭教育 是很重要的 然後那也變成說 你知道他們一路過關斬家 還包括語言 語言也是慢慢去 要聽得懂的 對 這個也是邊打邊學 對 因為其實 小時候我從四歲 我還沒有上幼稚園 我媽媽就送我去 就是英文補習班 然後覺得英文一定要好 雙語託教育 對 後來我是雙語託兒所 然後 所以我還沒有學Bocamon 我就先學ABC 可是那個時候 他們除了教會你 英文字母之外 再來就是conversation 但是沒有人教到網球 有專用的英文 或者是真的很旅行 在網球場也不會說 This is an apple 對 對 就是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 一開始出國的時候 也聽不太懂 他們到底在說什麼 然後連他們問我比數多少 我也聽不懂 所以就慢慢慢慢 然後就是跟選手聊天啊 或者是有一些必須 要看得懂的文件 就要慢慢去學 慢慢去查 所以其實台灣還是很多家長 會怕孩子去學運動 他們說這個運動 那你都不太小 那以後的這個 不太小 那但是事實上你發現 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眼界更開闊 而且有時候被逼到 就是說你在教室裡 背那些單字 你出去不會用啊 對 就是沒有出去 常有這樣子 被逼的 一定要有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事會不敢 所以我看到姐妹就是說 他們就是我想要啊 所以我去爭取 我覺得這個態度 反而讓很多的 尤其是女生 會更覺得 就是說 我也應該這麼做啊 對不對 我覺得運動員為什麼 我剛剛說 僅次於太空人 就是你對於自己 情緒管理要非常非常的 幾乎是瞬間 你必須要把很多東西收 然後好 然後定 怎麼樣在自己的宇宙裡 這個是不是很難 有時候你一定會 難免被觀眾或裁判影響 一定會 我覺得因為 這是一個群聚的運動 然後有這麼多觀眾 然後還有你自己的心理壓力 你對於自己的要求 其實很多時候 內心的那種掙扎 並不是觀眾一定都看得到的 那觀眾很有可能就是 來看熱鬧 或者是他的娛樂的一個方式 但是他沒有辦法理解 選手的壓力有多大 那選手在這個時候 就要很能夠去管理自己的情緒 也不能說全部都隱忍下來 或者是 你一定要找個出口 但是你一定要用一種 比較好 比較溫和的方式 否則對你的形象也是不太好 或者是你會影響到 就是你的表現之類的 你們都管理得很好耶 有碰過嗎 比如說 我記得你書裡有講到說 全場都希望你輸的 對 對 我覺得難免 因為有時候你碰到地主 就不是主場 對 或者是 他是一個非常狂熱的球迷 支持你的對手的 對 那樣子的情況下 就很有可能會有 不利你的場面出現 然後他會試圖影響你 他希望他支持的人可以獲勝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你們會怎樣 就是你知道 打完這球 MISS就好 那回來的時候就這樣 偷偷比中指啊 還是這樣 沒有 你發洩一下對不對 就是深呼吸 因為我們分一分之間只有25秒 對 我們可能就是繞到後面 然後再走回來 因為網球很麻煩 不能碎唸喔 都不能 都不能 可以啦 可以用台語 這樣反而國際裁判一定不懂 對 就是你不要罵英文 但我們球上 你有在 到處都是麥克風 對啊 但我們當然 可以想像 職業運動員在體能上的付出 我看到你在受 受那個體能訓練的時候 你有說 他說突然 我的臉怎麼涼涼的 後來他才發現他自己在哭了 他說我也不想哭 可是我就流淚了 太累了 對 那一次是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那一天因為 那天內容到底有什麼 因為我們 你也知道我們球類運動很常會練摺帆跑 然後摺帆跑 然後摺帆跑有分各種長度的 然後那一天呢是 正常我們是短的 就是網球場的距離的摺帆跑 然後另外一種是直的 把網球場擺直的 然後把後面的那個網子 就是柵欄那個部分也算進去 所以你要直線 每一條線你都要跑 所以就是你也要跑得很快 但是你的持續力又要很長 因為不可能斷行間內跑完 然後那一天就是教練要求我 橫的網球場跑完以後 再接著跑直的網球場 就是跑完才叫一組 然後那個時候跑完 就是你知道在跑的過程中 你都聽得到自己的喘息聲都 然後都喘不過來 然後其實跑完每一組 你的心跳真的都是會破200 而且你沒有在他規定的時間內 盤完那一組就不算了 我看到你書裡寫200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體會 我135就已經覺得救護車 你知道嗎 我們是休息到135 就要再繼續跑下一組了 200是個什麼概念 你們像有人有運動過200嗎 200應該是精神武蛇紋我 我就欸 你們 你知道嗎 我就在奧馬 Oh my God 200 就是那個200是什麼概念 就是心臟真的 衣服會被這樣咚咚咚這樣嗎 對 你真的感覺到他在跳 天啊 那如果你們都已經 這麼重的一個量 請問你們平常還有別的嗜好嗎 運動 運動類的 運動我喜歡游泳 常有嗎 也不一定 對 因為我小時候有練過游泳 游泳我覺得也好辛苦欸 對 但是我就還蠻喜歡的 然後有一度差一點 就是真的要去當游泳選手 因為那時候教練想要來試著說服我爸媽 讓我去專心游泳 然後可是那個教練也有打網球 也是我爸爸的俱樂部裡面的 其中一個球友 然後他說 勇然今天晚上要練球 你來看一下吧 然後他看一看就跟我爸說 好吧 他也是去打網球 是屬於陸地的 那有沒有其他的比如說打麻將嗎 還是 那時候運動嗎 休閒休閒 對 我就唱歌 真的喔 然後就做甜點 對 我喜歡做甜點 你喜歡唱歌喔 對阿 你的什麼歌路 琴歌吧 誰的歌你最拿手 聽他的歌但他都會聽到哭 梁靖茹嗎 梁靖茹 嗯 許家瑩 姐姐做甜點 很厲害嗎還是 就 覺得還可以 做甜點就是 也是我紓壓的一個 就是一個方式 什麼類的東西 就是我喜歡做提拉米蘇 然後或者是Scon 然後起司蛋糕 喔 對 因為提拉米蘇是我媽媽很喜歡吃 然後我就 我媽媽一直都覺得 她找不到她喜歡的口味 嗯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很多酒的 我就知道 一般坊間賣的那個真的 酒味比較少一點 媽媽看比賽會這樣 會起來這樣的嗎 不會 他們都是好冷靜的 是因為看了很多那個球員的老婆 我都要那個戴鑽戒戴墨鏡 然後這樣 沒有 她會把自己包緊緊的 然後又做得很直這樣子 然後嚇一跳 喔 我也真的很怕 對 這是不是一種網球的壓抑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 尤其到了那個髮王 大家戴個帽子 因為我們已經很緊張了 對 然後你知道 全部都 是溫布頓嗎 要穿白色什麼的 對 你知道就大家又很優雅 因為我覺得媽媽應該是 怕她如果表現出乎她緊張的表情 我們看了她 然後我們會更緊張 她應該要給我們安定的感覺 你們一邊打球還會看媽媽的表情 會看家屬席 有時候會掃過家屬席 然後我們其實很討厭我們 在看家屬席的時候 沒有人在看我們 對 我們會翻臉的 就覺得 沒有跟我們在一起啊 就是我們轉過去的時候 他們應該要 這樣子看著你 那我真的不能坐你們那一席 沒關係你坐上來 你就會有壓力了 謝謝 因為主審 謝謝 謝謝 每一球 只要你們得不得 可以 我們很喜歡 我們喜歡我們的朋友 是這樣子 握拳的時候看家屬席 最好你們也跟著我們一起握拳 所以事實上 你看我們問了這麼多 又發現他們這麼有才華 所以以後兩位如果說真的這個 就是離開職業網球的話 會最想做什麼 最想做什麼 拍電影 這真的好像 你知道日本女星的那種感覺耶 好美喔 有沒有 你想做什麼嗎 兩位 我覺得我想要做 其實跟今天的這個 分享很類似 我覺得應該要多多分享 因為 從年紀這麼小 然後就到世界各地這樣子看 然後透過運動 帶我看到不一樣的文化 經歷不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分享不能只有我自己 這個經驗不能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覺得更應該要分享出來 或許給年輕的運動員 或者是給一些爸媽 我覺得其實體育是一個 非常好的教育 那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去發展它 然後甚至於我覺得其實 可以發展運動產業 因為我覺得在這一塊 在台灣目前來說 應該還是有滿大的一個 進步的空間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兩方面 可能教育這一方面 跟運動產業這一方面 我覺得都是滿好的一個方向 就是在台灣的體育選手 相當的辛苦 我覺得辛苦包括了 有很多是要自力救濟 自己出錢出力 包括你出國 比如像人家有營養師 隨隊營養師 就是我們有大桶電鍋 跟料理包 幸運一點有沾媽媽幫你 在國外都可以煮到家鄉的料理 然後呢這個 你拿了成績有時候可能 它未必是被重視的項目 也不見得有什麼 你不要說後面有獎金 根本是不可能 但是又在某些關鍵時刻 又要告訴你 你要愛台灣 所以我覺得 這個裡面有太多的掙扎是 就是外人不知道的 然後也 真的是很辛苦 像我最近也是 就是剛考上博士 博士班 然後我的那個主題 就是運動心理跟運動人心 像我就會很想要分享 給現在比較年輕一點的 台灣運動員 我覺得其實他們實力都很好 都很有天分 然後球也打得很好 但是在運動心理這一方面 我覺得 都是可以再更加強的 那就也希望把我們的經驗 可以分享給他們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很重要 也希望兩位多多分享 因為他們這寫的真的文字太好了 包括他告訴你說 人生的精彩 在於你累積多少故事 有故事可說就是美好的人生 希望大家能夠多聽聽這兩位 戰鬥女子 她們的人生經驗 也把你自己的人生更豐富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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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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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